大家好 我是舞秋風 我今天要為大家帶秋風回覆您留言的節目囉 那上禮拜呢 我去了日本 剛回來呢 就馬上投入了 Land Party的準備工作 所以去日本的影片 都還沒有剪 等明明下個禮拜應該可以出來吧 總之一定會放出來給大家看的啦 想辦法剪完給大家看看 廢話不多說了 回答一個有關於日本的問題吧 秋風 日本坐地鐵方便嗎? 超級方便 不過沒記錯 日本地鐵超複雜的 真的 超級複雜 光是線路就不知道多少條 我只有 它有那個 絲鐵和JR線 反正有三種鐵路系統啦 然後要換來換去 換來換去 換來換去 然後 一不注意就 就迷路了 就會在地鐵裡面迷路 不只我們外國遊客搞不清楚 連日本當地人都不一定搞得清楚 你問他說 這個要買一段票還兩段票 他們不一定回答得出來耶 因為他們都用IC卡 都用BB卡 BB就出去了 所以他們也不知道買什麼票 我住的地方是 住在星宿站附近 然後 那個星宿站的月台 就超過16個 超級多 16個月台 我的天哪 太多了 太誇張了 總之就是 還是要稍微研究一下啦 不然 真的很容易迷路 我們看下一題喔 我覺得丹金上輩子一定是孫悟空 因為他挨了兩發榴彈炮 等於不死聲 動作靈巧 等於猴子 說得真棒耶 如果丹金是孫悟空 那德瑞克就是如來佛了 哇 你們都很有想像力耶 無怕想像力無限 那我就是 舞秋風好不好 我跟下一個留言 他們請傭兵 子彈 槍 坦克 大炮 直升機 還有什麼 有的沒的花的錢 應該遠遠超過 爭 垂摩摩尼石的價值吧 你不懂 爭 垂摩摩尼石 到底有多神奇 所以才說這句話吧 還是 但是還是 低擋不住 德瑞克的拳頭 所以 要花錢 就是要花錢在 德瑞克的拳頭上 德瑞克的拳頭 超過爭摩摩尼石 超過這些大炮傭兵 什麼砸七砸八的 知道了齁 不要去找什麼掙脫模擬石了 要找就來找我德瑞克的拳頭 我們看下一個留言 誒烏胖們的留言真的都蠻有趣的 白努力定律不是在講兩項分布嗎 跟飛行器有什麼關係 白努力定律是在講流體力學喔 謝謝大大 我查到了 這個課綱好像刪掉了 原本我沒有要回覆這一題啦 不過我看到這一句 課綱好像刪掉了 所以我就想跟大家講一下 白努力定律是什麼東西 所謂的白努力定律呢 就是1⅔ ロ V 平方加ロ GH 加P等於一個常數 所以 這樣講下去可能 大家就不想聽了 可能已經關掉了 所以我就不講 我就講一些日常生活中 能用到這個定律的東西好了 最常見的就是 澆花澆水 有沒有 你拿著一盒水管 水管壓在水管頭上面 沒有壓的時候 他沒有噴這麼遠 壓下去的時候 他噴得比較遠 誒 就是這個原理 因為 出水口被你壓得比較小 所以 他就可以射得比較遠 就是這麼簡單 這就是白努力定律的應用了 那跟飛機有什麼關係 因為空氣也是一種流體 他經過機翼的時候 會產生一個向上浮起來的力量 所以就可以飛行 這個等你以後 以後年紀比較大了 就是課綱學比較多的時候 應該會用到 那我就介紹到這邊 再介紹下去 真的關台了好不好 我們就開始今天的那個 趣事分享單元了 我朋友告訴我一件發生在他們家的笑話 他讀小學的弟弟 隔天有羽毛球課 所以他媽媽幫弟弟 把羽毛球拍放在袋子 結果他上體育課拿出來 才發現 他媽媽幫他帶的是 電 文 拍 哈哈哈哈 他說超丟臉的 全班都快笑死了 如果我班上有一個人帶電文拍 來打羽毛球 可能會被取消一整個學期吧 這件事情告訴我們呢 不要請媽媽幫你準備東西 要自己準備 以後媽媽要幫你準備的時候 你就跟媽媽說一句 媽媽不要準備了 我自己來就可以了 你去休息吧 記得喔 以後媽媽要幫你準備任何東西的時候 記得跟爸爸媽媽這樣講 我自己來就可以了 我自己準備 那沒有帶或帶錯的時候 也不要回去怪爸爸媽媽說 你怎麼帶錯了 對不對 以後就要自己準備 這樣才是 乖小孩 好啦 我們今天的留言就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 下個禮拜再會 掰掰